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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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展白裡面有22個人物 來自五本小說 《射丁英雄傳》《神雕學女》 接著還有 《倚天套龍基》 《天龍伯部》和《燒露光湖》 這次我們也很高興有機會 和《五指英文》和《谷與文化》的產業 一起做一個大規模的展覽 就是《金融武俠小說人物》的雕塑展 從來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的展覽 因為這個展覽本身需要一個獸卷 以及需要一個很精湛的工藝師 一個很好的藝術家做一個金融武俠小說人物 現在這次展覽 我們可以說是世界第一次正式獸卷的 《金融武俠小說人物》雕塑展 亦都是近香港十幾二十年來講 是比較大規模的人物雕塑展 這個展覽和金融館真的相符相成 因為金融館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是我們一些 茶山的首稿 或者我們香港的一些流行文化的一些作品 我們有電視劇、廣播劇、主題曲 甚至有很多出版物 這個展覽本身 他們將茶山的文化世界 就將它完整整地很立體地呈現出來 你可以看到很多小說裡面的情節人物 包括了你見到《金融衝》任營影 你看到他在吹奏一些音樂 似乎在用清心普善奏 你看到一大門口 你看到我們的張無忌 也都在用九陽神功去迎接我們的觀眾 很多小說情節是立體化地呈現出來 任老師去本身的中國文化委員 都是很好的 你看到我們這次整個展覽的設計 有很多中國文化元素 很多書法 我們剪版的中文文字要用直排 另一方面去到丁數裡面 都有很多中國大光藍筆的元素 互相呼應的第一個無限的想像和創意 這個展覽由我們開始構思到落成 其實是足足用了超過四年的時間 任老師是做傳統中國文化的當代表現 特別是做中國武士的形象 講求的是武士的精神 如何自我超越挑戰自己 超越自己 當時我就忽發其想 我就想了 武士的精神 如果再提煉 再提高 會是什麼呢 我就想起金融先生 小說下面的合善精神 何為合呢 合其實就是一個寫己為人的一種精神 無論你武功高或者不高也好 只要你有家國情懷 只要你肯為人犧牲的話 你都可以成為一位合善 任老師這次這二十二個雕塑 創作的時間是橫跨了四年的時間 每一個雕塑都是他精心地去做 這個是史上第一次以雕塑人物去做金融先生 小說不下的人物的展覽 在平和社授權的時候 授權方是明確要求展覽必須要在香港作開始 我覺得這一份是對我們的一份責任 但亦都是查生對香港的一份眷顧 那麼展覽的題目 合之大者的意義在哪裡呢 其實他是出自神雕俠俠 郭靖對楊過的一群寄予 為國為民 合之大者 其實他不是一個眾生得道的終點 是每一個成長之中的過程 大家想想以熟能腸的人物 郭靖 他天生愚鈍 但是忠義善良 楊過反過來 他傑怒不順 但是就是侄惡如仇 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 完全不同的性格 但是只要你心懷家國情懷 每一個人 為國為民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合之大者 我們想通過這個展覽 可以吸引到更加多的年輕人 可以看到這個展覽 可以感受到金融先生不暇的合二精神 令到我們可以傳承他這份精神 給下一代 承受我們下一代的合之大者 這是我們籌辦這個展覽的初心 中文字幕寧可不停 《用者的劍之大約》 中文字幕寧可不停 中文字幕寧可不停 感谢观看